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2月2日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娱乐风暴 我是Jennifer 近日李思思在社交平台晒出视频 透露了自己过年的近况 虽然今年没能在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看到她 不过她却依旧没有闲着 据了解李思思这次是担任了 东西南北贺新春宁波分会场的主持人 虽然穿着打扮并不隆重 带台风气势却丝毫不落下 其实李思思已经连续主持了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 虽然曾经争议不断 但突然见不着她还是令不少观众倍感想念 早前李思思曾在参加节目时透露 自己2014年刚生下孩子的时候 原本以为不能主持春晚了 但没想到节目组还是邀请了自己 只是自己12月份才生孩子 而且因为怀孕将近一年都没有主持节目了 很担心自己的状态不好 最后还是在妈妈的鼓励下 刚出月子就上岗工作 33岁的李思思已经是两个儿子的妈妈了 早前她在参加节目时曾透露 自己和老公大学时就认识 彼此都是对方的初恋 感情很好 最近她还晒出自己和老公合拍首饰舞的视频 调侃声打起来了 妥妥地修了一把恩爱 其实李思思很少会曝光自己的私人生活 不过一月份的时候 丈夫发文提到她 没想到两人直接在评论里互怼起来 老夫老妻了依旧很有情趣 先是李思思说 丈夫傻人有傻福 没想到丈夫却回怼 娘傻傻一窝 惹得李思思直接说 丈夫拉低了家庭成员的平均智商 最后还是李思思老公败下阵来 直呼说不过你 没想到反被李思思将军称 好像你打得过我似的 两人的家庭地位立刻显现 偶尔李思思丈夫也会在社交平台 晒出娘傻的周末时光 朴实又温馨 着实令人羡慕 当今的娱乐圈是一个 非常看重演员外形条件的地方 如果一个明星身材管理稍微有点失控 或是状态不好 或是穿搭不在线 就很容易遭到媒体的冷嘲热讽 而这些事件甚至可能会影响 他们的事业发展 所以一票女明星都是非常在意自己的身材的 毕竟个人形象就是他们最大的招牌 但是身材管理也就是减肥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美食享受谁不喜欢 真正做到对身材严格控制 就有很大的难度 这是一件需要长久坚持和惊人毅力的事情 但是还真的有这么一位女明星 二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了下来 二十年坚持不是主食 而她也凭借着这份毅力 有了越来越好的发展 她就是陈景 陈景在正式出道以前是一名话剧演员 在当时她对待自己的事业就十分兢兢业业 对待演艺事业尊重并且敬畏 也正是由于她的这种精神 在后来她就被推荐转战电视萤幕 去演电视剧 在当时陈景的颜值放在众多女明星之中 其实并不出众 她的可贵之处在于身后的舞台表演积累 和她引颈的态度 但是在她出演了第一部电视剧之后 导演就和她说 她的外形条件并不占优势 身材有点胖了 继续在电视剧方面发展的话 可能不会有很好的前途 就建议她继续去演话剧 这一番话对于陈景的打击是很大的 从那时候开始 她就对自己的身材加以严格控制 因为主食的含糖量太高 所以她就为了身材 索性把主食给戒掉了 并且这一切就是二十多年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了现在 她每天的饮食主要是水果和一些蔬菜 坚决不多吃 正是因为她的这份坚持 在后来她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资源也越来越好 出演了很多经典的饮食作品 就比如前一段时间 大伙的电视剧 都停好里面她扮演的苏木 她的精彩表现广受好评 陈景在从接受采访事业谈到 一个好的演员有演技是远远不够的 一定要有对于演艺事业的热忱 要对自己严格要求 为了演艺事业敢于做出牺牲 才称得上是一名好演员 如今已经55岁的陈景 事业发展十分的顺利 她从不拿自己的绯闻进行炒作 被称为女版陈道明 热爱自己的事业一直都非常地低调 所以她的个人生活对于观众来说 一直都是个谜 或许能够被观众认可 就是她最大的满足吧 在娱乐圈中拥有好的资源 可以说是成功的一半 每个人都想要拿到比较好的资源 由此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人际 但是想要拿到好的资源 想必也是不容易的 除非自己本身就有比较高的名气 或者在娱乐圈中有一定的地位 不然就是在娱乐圈中 有一些好的身份背景 毕竟娱乐圈中能够得到大佬的赏识 就是最好的资源了 但是想要得到大佬的赏识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第一就是自己的外在条件 要非常地出众 自然是要异于常人的 而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 就是一位十分幸运的女孩 她可以说是娱乐圈中的景妮了 甚至连羊超越都比不过她 因为她同时得到了娱乐圈 好几位大佬的赏识 相信很多人对于钟楚希这个名字 不会太陌生 毕竟这几年 钟楚希在娱乐圈中的事业 发挥得比较好 有各种各样的资源拿到手软 不管是电视剧还是电影 亦或是各种模特时尚界的资源 都应接不暇 如果不了解钟楚希这个人的话 可能不知道她究竟是怎么活起来的 也不知道她究竟有着怎样的好资源 钟楚希就像是娱乐圈的 一批横空舒适的黑马一般 甩了很多年轻艺人好几条街 除了钟楚希个人条件十分出众之外 她之所以能够拿到那些好的资源 还因为她凭借自己的条件 得到了冯小刚的赏识 冯小刚还曾让钟楚希出演了自己的风华 也是因为这部作品 让钟楚希一炮而红 震撼了很多人 由此可以看出 冯小刚是非常看重钟楚希的 不仅仅自己愿意立碰她 还将她介绍给了自己的很多圈内好友 其中就有已经退休但地位十分深厚的成龙 成龙如今在娱乐圈中的地位 想必很多人都知道 而能够成为成龙所青睐的一人 自然是资源不断 还有就是最好的资源 所以接着钟楚希就出演了成龙的 《神探蒲松林》这部作品 而在这部作品中 钟楚希的表现也十分是可宣可点 让很多人都对她刷新的认知 已经得到圈内两位大佬的她 本以为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没想到这两人又将她再次介绍给了红金宝 钟楚希和三位还有一张合照 这在如今的娱乐圈可以说是 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 看来钟楚希能够得到三位大佬的力捧 距离一线明星已经指日可待了 而近期似乎和陈伟廷还有一部合作的电影上映 不知道观众会不会情趣捧场呢 说到王金相信各位都不陌生 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 还是一名优秀的导演 王金在早年的时候捧红了不少人 他捧红的女明星都被称为金女郎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金女郎 她就是佟佟 佟佟这个名字也许很多人会觉得陌生 但是看到她的照片 相信你心中一定有印象 佟佟的颜值和实力兼并 她被王金捧红之后 还和不少大牌明星合作过 比如说周润发 在澳门风云里 她就饰演了周润发的干女儿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周润发也将她守作干女儿了 佟佟在读大二的时候就被王金看中 从此开始了演艺生涯 凭借自己的颜值和王金的影响力 佟佟就这样走红了 走红之后 陆陆续续参演了不少作品 还代言了不少产品 可以说佟佟已经非常幸运了 而佟佟还被网友称为最美金女郎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娱乐风暴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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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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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